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杀 杀人犯 张德高文听脸色一下变得跟抹了泥灰似的 这 这 这不是我的手机 王冲给他一巴掌 你说我们玩是不是呢 一会儿说是你手机 一会儿又说不是 这 这真不是我的手机 我也没想到这个手机是个杀人犯的呀 要不然我打死也不敢拿 你什么意思 你说这手机是你偷的 张德高哭丧着脸 就是我偷的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抓小偷呢 从来没有警察这么兴师动众抓小偷啊 我吓得刚才就没敢承认 你偷的 你怎么偷的 我本来啊 在东普路的农毛市场里溜达 看见一个男的手机从衣兜里露出半截 他自己居然都没发现 我一看 寄养难耐 顺手就给切了 偷个东西 还寄养难耐呀 把张德高的名字输入公安网 马上得到一大串的信息 这家伙原来是个罐头 光入狱判刑就四次都是因为盗窃 王虫气得跺脚 揪住张德高就锤的 你这个王八犊子 真是个王八犊子 你偷谁的手机不好 非得偷他的 张德高抱着脑袋呜呜叫唤着 他手机明晃晃露在外面 我不切别人也得切呀 还得笑话我手艺不好呢 王虫气得又是一顿锤 谁笑话你 谁笑话你 算了 杜贼勋示意他助手 这不是偶然 我担心这个贾吕张凯 是故意让人偷手机的 他是给我们摆了一道空城计 难道说 他发觉我们了 王虫万分惊讶 不可能啊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听到了 他说话什么都很平常啊 再说 我们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呢 杜贼勋量到浓眉紧锁起来 可能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低估这个人了 他似乎在摆一盘棋 但我想不通 他意图究竟是什么 省刑事调查局 一名身穿白打褂的法医 一边打手机 一边等电梯 抽空还跟其他等电梯的警员 微笑点头 寒暄两句 等其他人上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 电梯外一个警察随口问 跟法医聊天那个警察 老杨啊 你跟法医室的人很熟啊 不是 我其实也不认识他 跟他太热情了 不是 我也不好意思 不跟他聊啊 电梯到了地下一走 电梯门两边滑开 那名法医脚步轻快地走出电梯 穿过一段短走廊 推门 走进法医室 法医室没有人 他四周看看 走到钥匙箱那 拿了一把钥匙 然后穿过法医室 来到停尸房的门前 插进钥匙 转动几圈 打开了不销钢大门 拉开大门 走进停尸房 望着一排排储师柜 他脸上没有丝毫的句色 反而是饶有兴致地 看了一圈 好像那是一个个抽屉里 装着都是好玩的礼物似的 他走到专门盛装 特殊尸体的储师柜 打开其中一扇柜门 里面出现一具 捂着脸 全身蜷缩在一起 发霉的腐尸 看清醒 死得无比痛苦 又打开一扇柜门 出现一具 半蹲在里面的干尸 双眼深陷 下额大张 那架势像要扑出来似的 一般人乍看到这一幕 肯定吓得屁滚尿流 这个法医 却只是笑笑 重新把柜门关上 打开到第五个柜门 里面出现一堆 冷冻的尸块 女人的头 躯干和胳膊 都整整齐齐摆放着 法医的表情 刹那扭曲 尤其是看到 纵怪女士躯干那条刀疤 眼神中流露出 难言的心痛 她伸手抚摸着 一个个尸块 面露悲愤 是谁把你毁坏成这样 这帮混蛋杀害了你 梁九 法医清醒过来 双目垂泪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苦了 小红 我这就带你走 我把你重新做好 让你再活过来 跟过去一样美丽 从今以后 我保证永远不离开你 她用衣袖 擦擦眼泪 转身离去 过了一会儿 推着一辆 移动单架回来 动手把女人尸块 小心地捧起来 放在移动单架上 慢慢推着一堆尸体 走出停尸房 身后 传出一声 清脆的金属响声 法医一下子僵住 她不用回头也知道 那是手枪 拉开保险的响声 一个声音 悠悠地 从她背后传来 我等了你好久 你终于来了 法医很沉稳地 劝身后拿枪的人 这里是警察局 请你不要轻举妄动 拿枪的人笑了 直到如今 你也用不着再演戏了 吕正凯先生 哦不 哭泣得小丑 你看 我们两年前就认识了 我居然不知道 你到底叫什么 是啊 真遗憾 法医用身子挡着 悄悄松开了 推担架的手 想伸到怀里掏东西 别动 身后那人察觉到一动 第一声警告他 你再敢动一下 我保证 枪里十五发子弹 全部会射在你身上 你不敢 杀了我 你就是杀人罪 不相信 你可以试一试 毒我敢不敢开枪 法医没动 没敢动 身后的人命令他 现在把双手举起来 转回身 让我看看 法医只好照做 双手举起 慢慢转过身 他有一张 销瘦泛黄的面容 一副黑矿眼镜 双眼微突 平静地望着 举强瞄准自己的人 神情里带着一丝 讥讽和不屑 他就是温红的丈夫 吕正凯 或者说是温红的假丈夫 他说 我们见过 丁医生 丁谦说 是啊 上次你可真逗 你也挺逗的 上一次见面 是在温红家 丁谦被温红的尸体 吓得不知所措 而这个假吕正凯 煞有其事地 扮演温红丈夫 还真像那么回事 老实说 我没想到 你能找到我 我以为杜志勋 有可能呢 他派人给我打电话 想骗我去公安局 拿下我 怕不保险 还对我的手机 进行了卫星定位 这家伙真是信誓旦旦的 很像你当初的样子 可惜 这种小伎俩 对我还差点 杜志勋这个主意 是我通过别人 向他建议的 是吗 贾吕正凯 稍显惊讶 转瞬明了 这么说 你早就猜到 我会来这里了 你拿杜志勋 来迷惑我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